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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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发展到今天 离不开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早在20世纪60年代 数据中心的概念第一次出现 那时一台大型主机就是数据中心 例如IBM 360系列计算机 其主要业务功能较为单一 主要是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管理 到了20世纪70年代 随着计算机价格的下降 以及广域网和局域网的普及 数据中心的规模不断增大 开始承担核心的计算任务 到20世纪90年代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使网络应用多样化 客户端服务器的计算模式 得到广泛应用 数据中心具备了核心计算 和核心业务运营支撑功能 在信息处理与应用领域的地位 变得更加举足轻重 进入21世纪 数据中心规模进一步扩大 服务器数量迅速增长 虚拟化技术的成熟应用 和云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数据中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云数据阶段 开始承担核心运营支持 信息资源服务 核心计算 数据存储和备份等功能 中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始于20世纪80年代 1982年 中国颁布了计算站场地技术要求 统一了机房建设的各项指标 使数据中心机房建设 从此有了统一的标准 21世纪以来 随着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的 飞速发展 传统的数据中心逐渐演变成一个 极大数据量运算和存储为一体的新型数据中心 2007年 全球首个虚拟化数据中心 SAN公司的黑盒子面试 该数据中心可以容纳200多台 SAN服务器 同年 SASBOX公司推出了SAS服务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 订购软件应用服务 按服务多少和时间长短 支付费用 Google公司也推出了 Google Docs在线办公服务 随后又推出了Google App Engine程序开发系统 将平台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用户 IBM公司建立了便携式模块化数据中心 PMDC 推出了蓝云计算平台 为客户带来 集买集用的云计算平台 它包括一系列虚拟化软件 使来自全球的用户 可以访问云计算的 大型服务器资源池 相对于早期的传统数据中心 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功能特点 主要集中在标准化 模块化 可扩展性 虚拟化程度 绿色节能程度 等几个方面 具体来说 一 标准化 新一代数据中心基于国际标准 对服务器 存储设备 网络等基本组成 采用标准化的组件设计 可以实践数据中心的快速部署 例如近些年兴起的集装箱式数据中心 只需要几周时间就可以快速构建起来 二 模块化 在新一代数据中心中 数据中心要满足动态的需求 必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 为了使数据中心拥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可扩展性 会按标准进行模块化配置设计 以使这种配置更异于针对数据中心的服务需求量身定制 基于标准的模块化系统 能够简化数据中心的环境 加强对成本的控制 进而实现使用一套可扩展灵活的IT系统和服务 来构建更具适应性的基础设施环境 从而提高数据中心工作效率 降低复杂性和风险 三 扩展性 新一代数据中心要满足不断增加的各种用户需求 这就要求中心可以根据业务应用需求和服务质量 来动态配置 订购 供应 虚拟资源的规模 进行快速动态扩展 首先 物理结构必须是可扩展的 理想的结构必须支持十万甚至百万台服务器的低成本扩展 每个节点的链路数不宜过多 或者不依赖于高端交换机 其次 物理结构必须支持增量扩展 当增加新的服务器时 不会影响已有服务器的运行 再次 通信协议设计必须是可扩展的 例如 路由协议 可以满足大规模的路由交换 四 虚拟化 虚拟化是新一代数据中心使用作为广泛的技术 也是与传统数据中心的最大差异 在新一代数据中心中 广泛采用虚拟化技术 将物理资源集中在一起 形成一个共享虚拟资源池 从而更加灵活和低成本的使用资源 通过服务器虚拟化 存储虚拟化 数据中心虚拟化等解决方案 不仅可以降低服务器数量 还可以优化资源利用率 五 高密度 新一代的数据中心 采用的是一种集中化的部署方式 但是当前数据中心机房 普遍存在空间有限的问题 这就要求在有限空间内 支持高负载高密度的处理设备 刀片式服务器等高密度设备 是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必然选择 六 容错性 在当前的数据中心中 发生故障是非常普遍的 由于硬件 软件和能源等因素 造成各种各样的服务器 链路 交换机和机架故障 时有发生 当网络规模足够大时 单独的服务器和链路的故障 甚至比异常发生的频率更高 因此 新型数据中心必须具备 足够的物理用逾和良好的容错性 保证故障发生时 不影响整个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 七 通信性 部署在数据中心的许多应用 在服务器间的流量 远大于与外部客户交互的流量 如网页检索 分布式文件系统 科学计算等 因此良好的服务器间通信性能 是保障服务质量的基础 八 与位置无关的地址结构 服务需要采用 与物理位置无关的地址结构 来解决数据中心 对服务器地址的限制问题 这样 数据中心的任意服务器 都可以成为任意资源池的一部分 既保证了服务的可扩展性 又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 简化管理配置 九 集中化管理 新一代数据中心采用 7×24小时无人职守的远程管理模式 实现从设备到应用端的统一 集中管理 通过建立高度可信赖的计算平台 网络安全威胁防范 建设数据备复制与备份 容灾空间 确保数据中心稳定安全 持续地运行 十 节省空间和能耗 新一代数据中心使用大量节能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设备 并通过先进的供电系统和散热技术 实现供电 散热和计算资源的 无缝集成和管理 从而提高数据中心空间利用率 解决数据中心的能耗大和空间不足的问题 关于数据中心 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数据中心的安全 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物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现代化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对象 主要包括硬件 软件 数据和人 四个层面的内容 在硬件方面 我们主要考虑硬件的物理安全和网络安全 其中物理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是环境安全 例如新建数据中心时 要考虑悬址的安全性 尽量避免地震 山洪 台风 雷电等 自然灾害多发地带 第二是设备安全 主要包括设备的防盗 防毁 防电磁辐射 防 线路截获 抗电磁干扰 电源保护等 具体来说 需要用到完善的安保系统 如视频监控系统 预防报警系统 进出门禁系统等 还需要消防系统 屏蔽系统 配电系统等等 第三是介质安全 包括介质数据的安全 和介质本身的安全 必须采取措施 将存放系统相关数据的介质 例如磁盘 磁态等 妥善保管 此外 硬件的网络安全 也要重点关注 主要包括网络设备的可靠设计 例如 要避免单点故障 保证基础平台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还包括网络区域的划分 根据安全级别界定边界 划分安全区域 还有就是网络的防护 通过部署防火墙系统 入侵检测系统 漏洞扫描系统等 防御黑客攻击 DOS攻击 保护网络连接的安全性 在软件方面 我们主要考虑数据中心 主机系统的安全性 例如 主机系统是否稳定 主机操作系统是否可靠 主机防病毒系统是否牢固 主机入侵检测系统是否严密 关于数据本身的安全 我们关注最多的领域 集中在邮件安全系统 页面防篡改系统 日志记录与追踪 数据备适与恢复 此外还包括不同业务系统之间 数据交换的安全性 最后 关于人员的安全 我们在做好人员技术培训的前提下 要重点关注人员责任意识 安全意识的提升 为此需要建设高效快捷的安全管理平台 建立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据中心也在面临新的挑战 例如 在物理基础设施方面 数据中心供配电 由备用供电系统向不停电供电系统发展 制冷系统由机房制冷模式 向机柜或机柜群制冷模式转化 机房监控管理向着基于IP Internet IPMI等技术的远程集中管理模式变迁 此外 需要重点关注节能减排 数据中心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 消耗大量的水资源 其设备废弃后会造成污染 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挑战 因此 如何建设更高效 更绿色的数据中心 是一项新的全球性挑战 最后 请大家思考一下 在日常生活中 你的个人数据化信息有哪些 你是如何保护它们的 请以视频的形式作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